大陆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到了2017年实施普选的时候必须要组成提名委员会 人数和组成按照上一次选委会的规定 这形同否定了公民提名的可能性 对于人大常委会的政改决定 香港泛民主派感到极度的失望和遗憾 香港人期盼的普选要怎么选 谜底终于揭晓了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今天下午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大陆人大决定2017年起香港特首可由普选产生 但重点是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候选人的提名过程 文本说提委会的人数构成及委员产生办法都要按照第四届选举委员会 也就是说否定了候选人由公民提名的可能性 最后产生行政长官候选人二到三名 每名候选人都要获得提名委员会 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才行 之后让香港和资格选民投票 特首就产生了 这样的普选有没有符合国际标准呢 大陆人大副秘书长李飞表示 普选要跟国际标准的这种意见是混乱又四十而非 他说到目前为止提出所谓国际标准的人都不能提供国际标准的确切定义 他认为香港浪费时间讨论不切实际的事 普选应严格遵从基本法规定 对人大常委会的政改决定 香港半民主派感到极度失望和遗憾 而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也正在研究回应方式 不过大陆中央电视台却在这个时候则是明确的提出 反对占领中环的一百五十万人才是香港真正的大多数 我们有一百五十万人签了名支持的 你要想一想香港是一个七百万人的城市 差不多五个多人有一个站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站住那方面呢 这个信任马上就是低了下去 他们也明白了 我们的反对派的政党 他们也知道 他们不可以冒住一百五十万人的意愿 不管 大陆人大常委会强调 中央政府对特首的任命权是实质性的 对于选举产生的特首人选 中央有任命和不任命的最终决定权 但是香港回归17年以来 仍然有少数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缺乏正确认识不遵守基本法 不认同中央对香港的管制权 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 少数人甚至提出违反基本法的主张 公然煽动违法活动 势必损害香港的法治 以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UDN TV综合报道